大家好 我是Mira 其实和妈妈来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看楼 因为妈妈过来开公司 变了以后其实留在马来西亚的时间 应该都会变多了 没理由经常来住酒店 都挺花钱的 因为马来西亚无论是租楼卖楼 都是相对比香港便宜很多 所以就想顺便带大家一起去看楼 这边有很多中餐 走去后面也有很多深海鲜 肉骨茶 我们上次来完全没有发现 哈哈哈 第一个看的单位就是在Pavilion 一个商场的附近 我们现在就在Pavilion停了车 然后走路就可以过去了 因为有吃的都是有shopping有什么嘛 然后你要吃海底楼也有在楼上 真的好 因为上次和妈妈来的时候 都是住Pavilion附近 我们是住Kuman那间酒店 所以有点熟悉感 我也挺喜欢这一区 其实上次来的时候 想不到我们第一间看的屋就是这一区 我们现在看就是Pavilion Residence 这间会大一点 这一栋就是Pavilion 这个泳池好正 几开 很需要这些 这个路头 就在我们脚底 商场 好方便啊 真的 对啊 景也挺好 它这些是云石地板 不知道你惯了韩国是木地板 现在走这地方很冷冰冰的 但我很喜欢它这样 两边都是玻璃窗 好正 好正 看看你的厕所 好正 看你的厕所 看你的厕所 入场戴衣柜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么大个窗 好正 这个房子大一点 这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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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用就对了 这个房子 好大 就是你在的地区 可能比较偏远 因为偏远嘛 就比较少车 其实REPS 是其中一个platform 就是罗奈教师 只是可能它不比中国那种快 小匙 是老大 形象 这房子 就是厕所 第二房子 这房子 在其他房子 就这样 汕蒸和汕蒸 打不到了 没理由打不到了 打不到了 你沒有吃了 沒力 那這個就濕了 對 濕精 這個吃了很多次 這要share 這要share 就要share 沒有brain 你好 你好 你買鎖 我覺得寶寶做得不錯 我喜歡這個太陽 share 咦 通的 對 這裡也是這樣 這裡也通的 這裡share 對 我們看到 如果有客人來 哦 是這樣出來的 還有可以 這個你一個人住對 我來就不行了 但窗也OK 這個feel也可以 這個feel也可以 太壞了 而且我覺得房間有點壓迫感 適合你 你最喜歡睡這些床 對 我就不適合了 CN 放多少衣服都可以 嗯 自動會隨便睡 可以不用搶 這邊是洗手盆 兩邊 這邊也是洗手盆 這麼多洗手盆 那麼多洗手盆 因為你有沒洗澡 他要去廁所 拉了就行了 啊 這裡也不錯 咦 開門的 好棒 好棒 如果一加一可能就OK 對 好新啊 好新的 我想說馬來西亞的天氣真的很熱 本來你要是二十幾度 怎會是三十幾度 哈哈 現在是夏天的感覺 我看到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 DM我 記得噴防曬 記得戴太陽眼鏡 幸好我有做 但我忘記拿太陽眼鏡出來 明明放進行李箱裡 但我忘記拿 我們現在要在這個pavilion 搭地鐵 過幾個站 去看第三個屋 我第一次在馬來西亞搭地鐵 可以體驗一下多好 很漂亮 也是一定會有這樣的一條天橋 我覺得好的地方是馬來西亞 因為經常下雨 就是一定會有瓦尖頭的地方 暫時我們發現到很多地方都有 不知道是不是到處都有 你上次來看的時候是不是都是 不是啊 OK 好熱喔 十二月了現在 這裡是沒有冬天的 OK 超多火 一條街 整條街都是 同樣看呢 有點像荃灣 因為有這些橋呢 因為就很常聽說 比如說你包包一定要這樣子背 不然就會被搶 喔沒有就是講你在馬路 馬路而已嗎 總之的話你就放在裡面那裡 他們都是喜歡這些 下地大玻璃 拿出來看看景色 哇 超大的泳池 哇好棒 不過這裡就有樓圍著 這個大很多 因為我發覺馬路西亞一定會有風扇的 很多時候都 那什麼水平呢 用回點電話 不用開冷氣 對 廁所都是正常 馬路西亞的廁所一定會有這個洗屁屁的 它裝飾也挺漂亮 我覺得 很家裡的感覺 你也說了 剛才開始 全了 謝謝 這邊就13房一層 座份收 這個Ville漂亮一點 當然漂亮一點 超開陽 對 不過到時候這棟建造完之後 就會遮一遮 這間房間很迷你 都是兩個房間 一房一廳 很酒店 但我覺得這裡整個設計 對 廁所也很大 對 一來到這裡 廁所是 我滿意他們的廚房 我喜歡他們這樣 三年 三年 好辛苦 我感覺是挺不錯 剛才這麼亂 我都覺得挺不錯 昨天就看了市中心的三個單位 今早其實我們也有去一個叫做 Mont Kiera的地方 本身是最看樓的 但地產就是因為安排不到單位給我們看 所以就不斷移車我們去那裡 區內 繞幾個圈 看看環境是怎樣 感覺這邊蠻舒服的 我覺得 我先住過兩個月 那邊而已 有點不想搬 啊 Takai 真的 有購物店 有超級市場 可以去那邊 這邊韓國學校也是很多 啊 直接有韓國學校 但是他們學校有些是大班 有些是小班 哇 咖啡邊都有 好美 超多韓國的東西 對啊 然後這邊還有韓國的 韓國超市 很冷啊 雞煲 對 你看這邊有些像那個 好像什麼 雨景的彎 這個是辦公室來的 辦公室跟住的也是 然後這邊是一個新的墨 這邊的保養都很好 那就是話說 Mont Kiera的地方是 比較多外國人住 本身是很多日本人 然後慢慢變得很多 很多韓國人也搬進去 然後很多西方人也搬進去住 就是媽媽 然後有幾個小朋友 那些人士搬去住 當然會有單身人士 那為什麼會想看那個位置 因為價錢會比市中心便宜一點 那它本身就是 有很多名校在那裡 那給我來說 雖然今天沒有看樓 看了外圍之後 因為我不會加車的 沒有地鐵 巴士又不準時 不是很方便 對我來說 但是你的區就是OK的 那區挺漂亮的 是有一點點像康樂園 人口密度感覺上是低的一個地方 因為媽媽比較喜歡住 一些靜靜的地方 我發覺來到馬來西亞住的話 基本上一定要開車 反正其實我們都視察環境 其實還需要一些時間 決定住哪裡 現在媽媽的公司就進行中 其實都差不多搞定了 搞得來也是夏年的事 等到那時候 然後再配合 找一間適合住的地方 然後媽媽都會兩邊走 所以我可能會多了來馬來西亞的時間 大家知不知道 韓國飛來馬來西亞有多久 7個小時 對 但是我也覺得挺好的 那我就變相多了來馬來西亞的藉口 好 那這次馬來西亞的房地產分享 就到這邊了 其實只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分享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過來看 今次看的就是Service Supplement 但是媽媽上次看的就是比較住宅區 所以如果希望下次又幸運的話 又是我可以跟媽媽一起來馬來西亞 然後看到一個不適合的單位 希望可以有機會再拍片和大家分享 可能也有很多人會好奇 為什麼媽媽會過來馬來西亞開公司 至於這一點我會在第二條片裡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第二條片裡看我們來馬來西亞開公司的原因 好 今天這個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我們今天的分享的話 可以幫你支持我 記得幫我按讚和按讚和按讚的話 就可以到最新的分享 記得按訂閱和按鈕按鈕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有關台灣有關馬來西亞的影片 好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再見囉 下次再見 拜拜